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 叫做Deficient Sheet Walkthrough,就是验收房子 这验收房子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上在我们下offer的时候 我们会下一个可能看到一块地 或者是这块地是属于一个建商的建商准备要盖房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甚至就不知道那个房子是打的什么样 可能是凭这个户型图 在这间房子 还有这个房子,我们今天做验房 所以今天就是在过多一个星期 就要交借了这个房子 所以我们今天就属于这个叫做验收 验收主要是查什么事情呢 就是看看这个房子有什么需要维修 什么没有做完的地方 我们就写在一个list上面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list交给建商 建商会在交借前就把它做完 如果交借没做完怎么办 那会把这个钱扣下来 就是一部分的钱 就是看看这样东西是值多少钱 然后跟对方协商就扣在律师那边 然后在交借过后的一个月 然后建商还可以再继续做 那做完了过后呢 那就是就可以把那个钱退完 全部钱给完它了 然后建商就拿完全款 那如果是建商没有做完 他就那一个部分在一个月里面没有做完 还没有来得及做 他可能这个律师就会把它退给买家去买家自己去找人家做了 但是这个情况是非常少的 我们一般上在做烟收的时候 一般上都是很小很小 比如说油漆啊一些漆啊 就稍微touch up一点了 基本上都会这样 但大问题就有时候 我自己是没有用过用过这个 就是大问题的时候甚至要去hold back 所以我感觉在南奈姆 BC省这个地方 很少很少会有遇到这种突发情况 就是需要大量的hold back 但是合同里面有写好 就是hold back是会有的 如果他没有做完的话 好吧 如果想多了解一下什么叫做hold back的话 那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聊 好了 谢谢 拜拜